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凶手杀死四名女生截肢之后 开始在寝室里面翻箱倒柜 寻找财物 这个时候楼门一锁 凶手在309寝室之内耐心地等到西灯 等到宿舍里所有女生都睡着 他开始捏手捏脚地上楼下楼寻找出口 一楼二楼的窗户安装有防盗网 三楼以上没有阳台 女生宿舍为了防止男生进入 出入口早就封死了 凶手无处可逃 当然他也可能是对现场并不熟悉 总之到了午夜12点左右 凶手应该还在宿舍楼里 人的生命力有时是非常顽强的 例如在地震时候 成功救出了一个被埋了将近164个小时的老人 还有在旷难的时候 有个工人下半身被石头砸烂 肺部撕裂 几天之后活救 即使是生命垂危者 也往往有回光返照的惊人行为 5月12点左右 双腿截断 头部被砸出一个血窟窿的雷雷 从昏迷之中醒来 奄奄一息的他爬出宿舍准备呼救 他拿着自己的一条腿 说明内心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 或许还想着获救之后 做接腿手术 雷雷爬到走廊 恰好遇到梦游的小妖 那个时候凶手就在附近 很可能就在对面的厕所里 雷雷欲向小妖求救 但是小妖却走进了厕所 雷雷应该看到了厕所里边的凶手 她本来想爬上楼梯 但是意识到自己体力不支 所以虚弱的她爬回了自己的寝室 最终死去了 小妖梦游的时候 凶手就在附近 可是却没有杀她灭口 警方认为 凶手要么认识小妖 要么是不想滥杀无辜 凶杀的目的非常明确 只是针对309寝室里边的四名女生 杀人的目的也非常明确 就是需要她们的肢体 盗窃应该是顺手牵羊的行为 模拟凶手的过程之中 小妖扮演着自己 她扮演的并不是很成功 任俊不禁笑了出来 场面确实都很滑稽 校长和副市长扮演着雪儿和野蛮 两个人都戴着女生帽子 扮演累累的苏梅 本应该是爬出宿舍 但是她却是走出来的 只有包展 对自己的角色非常投入 小妖回到寝室之后 人们发现包展不见了 副市长呼叫警力进行搜寻 然而整幢宿舍楼里都没找到包展 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奇怪 宿舍楼门锁得好好的 包展究竟去了哪里呢 画龙和苏梅交集万分的时候 有个警员发现了宿舍楼下 又多了一个雪人 雪人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正是包展 包展说道 凶手是从三楼跳下去的 三楼厕所有个通风口 爬上厕所隔断间 就能打开窗户 凶手先将死者 从通风窗口扔出去 他需要的是四名女生的肢体 很可能拿错了 所以将梅子的一只手 扔到了便池里 然后他钻出窗户 站在外边的窗台上 跳了下去 宿舍楼下堆着很厚的积雪 凶手并未受伤 最后凑成了肢体雪人 整个过程 甚至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梁教授分析道 小妖在厕所里边小便的时候 凶手很可能正蹲在上方的窗口 看着他 雷雷应该是看到了凶手 所以选择爬回寝石 凶杀模拟 使警方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第二天 学生会组织捐款一万元 全校师生 从最初的极度震惊 转位到了极度愤慨 再加上 已经放假 却不能回家 学生们都希望警方 能够尽快地抓住凶手 副市长婉言谢绝了捐款 向学生会的干部表示 身为警察一定会尽心尽责 学生会的干部说 我们希望警方悬赏 缉纳凶手 副市长说道 同学们的心情呢 我们能理解 不过这钱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收 梁教授笑眯眯地说道 嗯 悬赏极凶 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这样吧 捐款由学生会保管 学生会通过广播室 向全校师生征集线索 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帮助警方破案 即可获得赏金 学生会向全校师生 发出了悬赏公告之后 警方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线索 不过 有价值的并不多 都是一些校园里边的 普通纠纷和治安事件 有的甚至还非常可笑 比如 一个同学信誓旦旦的举报 声称 学校里的诸葛老师 有杀人嫌疑 他每年的元旦晚会 都会弹吉他 演唱一首雪人 还有 保洁女工秘密举报保安科长 常常殴打学生 还有 两个女生说 案发前几天 有个男生购买了他们的校服 给的钱是假钱 一个校卫队员 列出了近百人的名单 上面写着聚众赌博 打架斗殴的学生名单 更多的是被校外人员 包养的女学生 超过十名学生 认为自己的老师是杀人犯 甚至还有一个匿名举报者 声称校长 寻思舞弊 收受了雷雷父亲的贿赂 匿名者声称 雷雷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 却进了这所大学 毕业之后 还要被大学 保送出国留学 举报信息使得警方 不得不抽掉更多的警力 一语确认 校长向副市长 以及特案组 解释了匿名举报的事情 雷雷是保送生 保送生是无需参加高考 经学校推荐 即可进入大学就读 校长离开之后 包展叹了口气 唉 十年寒川苦毒 不如有一个单官的爹啊 在这段时间之内 特案组重新调查了 上吊自杀女生一事 遗体早已被火化 家属证实 遗体并未缺少头颅 警官学校的一个法医专家 对肢体血人的头颅 做出了权威性鉴定 解剖结果显示 肢体血人的头颅 没有经过长期的冷冻保存 应该是近期死亡 从脖子上的窗口来看 没有经过戾气砍杂 很像是动物撕咬 摔死或者车祸 以及其他的不明原因 包展问 其他不明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法医专家解释 说形成这种窗口 打个比方 很像是有人硬生生地 把她的头给拽了下来 警方对全校女性失声的照片 进行了比对 苏美也用电脑分析过多次 但是却始终没有确定 肢体血人头颅的身份 案情陷入了僵局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 小妖走进了特案组办公室 当时副市长和校长 以及保安科长 也在办公室里 小妖表示 自己也有线索举报 但是她希望 只告诉特案组 副市长 校长和治安科长 回避之后 小妖对梁教授说道 我知道 谁是杀人凶手 梁教授精神一震 立刻问道 谁 小妖吞吞吐吐地说道 那 我能拿那一万块钱的悬赏吗 这个你放心 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破案 我保证 你能得到赏金 好吧 那我告诉你们 其实 我没有什么阴阳眼 小妖表示 自己是一个好奇的女生 对于小道消息 和别人的隐私 非常感兴趣 开学之后 她在浏览学校的 论坛的旧帖子时 发现 309寝室 有个女生 上吊自杀过 还有建造宿舍楼时 挖到了一座野坟 这些都是从旧帖子里面看到的 当年的那些学生 已经毕业 小妖现在住在 309寝室的隔壁 所以 她展开了调查 当时的学生 对此事 讨论得非常热烈 很多师兄师姐 都认为 自杀是伪造的 上吊女生 应该是她杀 小妖查看了大量的帖子 甚至看到了 自杀女生照片 对于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小妖也渐渐地 知道了来龙去脉 自杀女生名叫阿娇 当时和一个父姓诸葛的老师 有过一段师生恋 诸葛老师长得非常帅 30岁左右 博学儒雅 还弹了一首好吉他 很多女生都暗恋他 阿娇死后 诸葛老师一直没有结婚 每年的学校元旦晚会 他都会上台 自弹自唱一首歌曲 雪人 阿娇上吊死后 家属来闹 学校赔钱了事 当时 同宿舍一个胆小的女生 精神几乎崩溃 选择了退学 女生在校园的BBS上 写了一篇告别性质的帖子 她讲述了自己的童年 以及求学历程 洋洋洒洒进万字 但是 对于上吊自杀的阿娇 却只字未提 细心的小妖发现 那名胆小的女生 写的是一篇藏头的文章 将每一行的第一个字连读起来 就是她目睹的凶杀过程 那就是 我躲在柜子里 看到诸葛老师 用丝袜勒死了阿娇 然后 掉在了门框上 我想报警 但我不敢 因为 诸葛老师是校长的亲戚 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但是 总有一天 她会落入法网 我不敢面对 我很懦弱 苏美打开电脑 当场调出这篇帖子 小妖说的确实不假 而且 诸葛老师就住在刚刚建成的教师公寓里 那也是肢体雪人 看着的方向 诸葛老师有重大杀人嫌疑 特案组通知了副市长 副市长要求警员 尽快联系退学的那名胆小女生 让她出面作证 校长当场表示 自己不会包庇凶手 希望尽快抓捕 抓捕方案很快制定下来 画龙和治安科长 带领三名便衣武警 立刻实施秘密抓捕 雪花飘飘 纷纷扬扬 夜色中的校园 万籁狙击 吉特声 打破了安静 教师公寓里 传来了那首 歌曲雪人的声音 有声小说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之珠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